保健饮品专业奖 2008年Good Morning Glober 以创新且朗朗上口的18姑娘 促销综合保健股粮品牌的18股粮 迅速风行全马 创办人兼总执行长拿督林申文博士认为 正念非常重要 是创业绝不能缺少的心态 以大众利益为一种 打造美丽健康人生的保健饮料为使命 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想法 以其自己可以养生直到可以做得那么好 倒不如成立一个保健公司 当时我是以传统的直销商的方式来做 走了四年公司是有成长 但是公司没有赚到钱 我们拨出去的奖金非常高 我就这样想就成立一个通销品的产品出来 我就把那个Vplus做成罐装一公斤装 把这个产品卖在咖啡店 我叫那个咖啡店的老板就抛出一杯一杯出来卖 当时我没有很多的陷阱 我就做了很大的poster 就粘在咖啡店的墙壁 它做此我没有粘那个double sticker 当时我们是放Good Morning Vplus 十八股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起司 有一家咖啡店的老板 他的孩子在那边 他的孩子拿来喝 他来喝他就问uncle这是什么来的 我说这是十八股娘 他就很开心在那边跳舞 他去跳舞还唱歌唱十八姑娘的歌 回来就问我的advisor 我把这个名字十八股娘 写一个package在那边写十八姑娘 他说这个名字很别扭耶 你就把我放这个名字会给他笑 我说对啦 我就是要给这个给大家荣誉记 就把这个名字放下来十八姑娘 所以到今天为止呢 十八姑娘还是红遍了整个马来西亚 有一次一间咖啡店给我order两箱 两天他给你order二十四罐 两天二十四罐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 其实很多顾客在外面买不到 他来找我 我就一罐一罐就卖给他 当时我们的customer service 也接到很多电话 他们要如何可以买到这个十八姑娘 那我就跟我的sales 全部研讨了说 我们这个卖惯的可以 在商店里面可以卖 一个很普通的业绩 一下子翻了十倍以上 我们就要开始要用方法 去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赚到了钱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宣传跟广告 这样子在短短的一年里面 我们的业绩就冲上一千倍的业绩 在2014年开始有一些公司出来竞争 它是我请来的salesman被一些厂家出一些股粮跟他配合 去做回我们good morning的市场 这个也是要感谢他们逼我成长 本来我们只是做一般的 很好了老天很好 他就找了很多pharmacy来找我 那pharmacy的volume很大嘛 我都不用去看这个小volume了 半年过后 我继续成长十倍 在那个时候我是appoint distributor 他来帮我删这个货货 现在我的业绩 disputer跟连锁店 大概是一半一半的业绩 到去年因为我们要上市嘛 我们去做一个independent market research 这个IMR report出来呢 good morning占有整个马来西亚 58.7%的market share 所以这一点呢 我是盈以为荣 也是股粮market里面 不会辜负我从第一个做股粮 到现今做老大的股粮 恭喜陈旭之美有限公司 请创办人兼总执行长 拿督林申闻博士 the founder and CEO of the company Dr. Dr. Lim Sin Boon